转动慈悲 富贵心灵 回归生命的宁静与和谐 临旧山全球网络电视台 位于中南半岛西部的缅甸 与中国、印度、孟加拉、辽国和泰国为零 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自西元1044年形成统一的国家后 先后经历了普甘、东渝和共邦三个封建王朝 到了19世纪 受到了英国的殖民统治 直到1948年1月4日 缅甸才脱离大英联邦而宣布独立 由于佛教传入缅甸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 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古迹 因此也拥有佛塔之国的美誉 阳光的大金塔便是举世文明的佛塔 更是缅甸的象征 随着全球化的脚步 缅甸一步步地向世人揭开他的神秘面纱 也使得他近年来从一个隐世之国 转变为世外桃源的国度 然而在开放的同时 他们仍保有其高度的文化自信 因而他也是全世界 唯一不用阿拉伯数字作为车牌的国家 仰光城里的人们为了生活而打拼 作为缅甸第一大城 繁忙的脚步与节奏几乎与世界同步 然而城外一合之隔的郊区 却呈现出另一个世界的风貌 因为大多数的人民仍仰赖农业而生存 过着淳朴简单的生活 外人看来虽仍然相对地落后 但此地佛国的子民们 却用乐天之秘 安平乐道的方式 顺应着自然过生活 我们再往东北方走去 位于缅甸东部的第一大城 腊虚则呈现出另一种人文景观 基本上缅甸它本身不属于汉文化圈 它属于印度文化圈 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腊虚呢 它是属于缅甸的一个少数民族的邦 这个邦呢叫善邦 也就是歹族 当地人叫它叫百姨 纳虚呢地理上是个盆地 人口大概市区人口和周边人口 大概也就十万左右 但是呢很特殊的一点就是 它是缅甸的国中之国 汉人很集中 纳虚是属于善邦 它属于歹族文化为主的这么一种背景 所以歹族文化也就是越人 本身对汉文化是认可的 汉人死守汉文化这个几乎已经变成一种天性 它也不是奉旨办学 它也不是什么 反正有点钱就会有人出来办学 买一个房子摆几个凳子摆几个人就可以办学 是这样 虽然辣虚当地的华文教育十分普遍 但在办学上仍然面临失资 教材经费等问题 但是反观家境贫困的孩子 他们的授教权又该何去何从 我们来到腊虚近郊的Santa Ducca佛学院 这里提供贫困的孩子们求学的一个机会就是 成为小沙迷 在这里 寺院就是孩子们的家 师父就是老师 住持就是父亲 无论是生活或教育方面 全由寺院负担 因此寺院的教育 是他们唯一的路 我们在全缅甸大概有29个城市 然后大概目前有800多个这样的小朋友 所以小朋友就有孤儿有沙迷有贫童 家里他真的没有办法让他读书的这样子的小孩子 那其中我们在拉序这个城市 其中有个佛学院 我们颁发大概有一百多个小朋友 小沙迷的奖助学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指出 缅甸有38% 5到9岁的儿童识学 75%的学生没有完成中学 许多家庭因为贫困的关系 连孩子基本的入学费用都负担不起 这个12岁男孩为了贴补家用 在腊虚镇上茶馆当同工 而小他两岁的弟弟 则进入佛学院就读 虽然一家人七口都住在腊虚 却得忍受分隔三地之苦 离开腊虚镇上 我们沿着中缅公路走 来到一片绿意盎然的农场 正在搬运柴火的 是男孩们的父亲 吞吞 而在农场的另一边 与大家忙着切菜煮饭的 则是母亲 妮妮 夫妻俩都在农场里帮忙 这块地方其实是师父的家乡 他离开缅甸已经四十年了 一直到了就是他04年那一年 他才真正回到这个城市 就是拉序这个城市 他一回来他就想说 他能够做的 他就是希望能够帮助这里的人 他希望能够回馈这里 回馈乡里 那落地生根当然你说 他能够帮助多少人 如果说我们一直从外面 拿很多的钱进来 其实他只是一个消费而已 那怎么让这个地方的人 他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些活动 所以我们开始发展了 所谓休闲跟休闲的一个工艺 旅行的方式 弄卖农场作为缅甸第一个有机农场的理念 主要是希望透过环保农业 在不与民争利的前提下 提供给弱势农民的就业机会 拜托贫穷的压迫 自给自足 那时候来的时候 这个路都是很烂的 师傅还记得吗 以前来的时候是牛车路 牛车都是上来都很不容易的 现在是我们小交车 都可以有办法把它开进来的 那时候是连这个平地都看不到 都是看到一大堆都是草 都是树啦 砸树 师傅还记得吗 以前我们刚跟师傅来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们怎么会选择这样子 这么隐秘的一片土地在这边开发 大家都觉得说是很惊讶 现在大家来看到 我们现在开发成这样子的一些果实 大家就知道说 当初为什么师傅会有这样子的理念 那师傅有一次呢 就是他当地一个娄先生 带着师傅来这边 就是说是有点类似走山 让师傅回味一下以前的那种感觉 结果师傅来到这里 他就感觉到就是说 师傅跟他童年时候 所生活环境的那种情境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师傅就对这一片环境特别有感情 那当时就讲说 就跟我们经验师讲说 今天法师我们把这块地 把它开发成一个休闲农场这样子 我还记得那时候经验师非常的 经验师当时就是非常的有点说 很惊讶 因为当时要走进来 我们要从那个农漫村走进来 因为要走路 当时我记得又是雨季刚结束 那个路都还是一些烂里 加上它本身又是一个牛车路 走进来就走了将近一个半小时 大家都要穿雨鞋这样子 非常的艰苦 那当时师傅突然间包出一个理念 说是这边要把它弄成一个休闲农场 这样子当时大家都有一点傻眼这样子 我觉得是很不可思议 怎么这样一个地方 怎么可能是变成可以观光 观光通常我们就想到说 是一个很多人要来的地方 然后很美的地方 因为说实在还没开发嘛 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杂草 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啊 一来到这边的时候 就有看到这个小小这一块是平的 而且旁边因为有水 所以这里是算是稻田啦 其他地方的树都是长得比我还高 当年师傅就是要给我们看那个蚂蚵窝 有没有 现在我们一眼看去就看得到了 以前因为只有这附近是一点平地嘛 后面就全部都是杂草重生 要看那个蚂蚵窝都是要钻进去看才看得到 对 所以那个蚂蚵窝到现在你看04年到现在还在那里 然后现在你看看到它就觉得很亲切 所以我们在这两棵树的中间就开始 这是我们的等于是一个基地的感觉 用最没有完全没有机械化 用人力的用最原始的方法 需要还是能够保存这里的土地 对是我们坚持的 师傅的要求 因为唯一不用机械化 因为机械化你就会大量 大量跟做你就会想要说我要怎样有经济价值啊 因为你花了很多钱 所以就想说你要赚很多 当时我们进来这片土地的时候是 发现有水 所以师傅觉得说这个水一定有一个源头 那因为杂草太多了 尤其是这些树啊还有竹林 非常的多茂密 所以要进到这里来 其实是花了一些精神 然后钻来钻去钻来钻去才找到了这个地方 你发现这个水真的是非常的清澈干净 而且这个水呢 既然是流流流流到下面去 养这么多的人 他的喝的种田的 可以让人家喝又可以种田 你就知道说这个水源是非常的丰富的 而且它从来没有干渴过 为什么我们把它拦起来 而且我们没有让它 没有把它除得很干净 就是让人家也不要说随便太容易进来 然后水牛也不会进来 人也不会进来 它就不会被污染掉 那它可以继续做供应 所以你说我们现在这一管管子 有没有 就是拉下去就可以让下面的人 是可以直接饮用的 我们的水也是在这里 包括附近的村庄 现在就是在喝这个水了 我们农场也是喝这口水的 这个管子的水 对 不会吧 对 因为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电农 你每一年你都会换一块不同的地 因为你就要跟不同的地主 来包租这一块地 那你的收入你就要事前跟地主谈好 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样分 我种出多少的稻米 我拿三成你拿七成 那所以对它来说 这一季是它跟这个土地 唯一会发生关系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会使用大量廉价 甚至品质很差的农药 或者是化学肥料 是因为它跟这个土地 只有一次的关系 它不需要考虑到这个土地 未来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我们就透过技术的层面 让它了解怎么样在不施撒农药 然后不使用化学肥料的情况之下 它有同样的产出 但是它的收入变多了 那利用这个很实际的好处 然后来说服电农 那它带着这样的一个技术 它不管再到缅甸的任何一块地方 未来再去承包 它跟土地的关系 我觉得就会改善 那我们希望就是 由这样的一个种子的概念 然后让这些电农去学习 有一个机会 它去改变它跟土地的关系 这些原来草品种 因为它在当地没有这种品种 当时这些品种 它是从台湾空运 从台湾带育苗过来 然后来到这边了以后 再把它培植成种苗 然后再跟踪在这一片土地上 然后再培种这样子 所以它第一批 从台湾进来的时候 它的育苗总共培植成 两千五百颗的那个育苗 那后来我们就是这样子 慢慢把这个育苗 培植成很多量以后 总共我们耕种了 二十五万颗的盐兰草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收割了 十三万颗的这个盐兰草 像这一根你看就看到了 就当初它是要需要像 用塑胶袋这样子包起来 你刚才拿到铃子 要不够糟糕了 刚才你把铃子拿到铃子 都不够糟糕了 OK 因为它这个盐兰草的根 它非常的细 假如你没有用这个塑胶袋包起来 它吃土的时候 它就会散掉 到时候你要抽起来的时候 你不好去 就是说是不好去拿这个根 因为你用塑胶袋包起来的话 它的根全部就会集中在这个泥土地上 像这些 看到我们现在是纹路这些 根 这全部都是根 还有这里 因为它全部是集中在里面的 它一拉开的话 其实它根是很长的 要注意 盐兰草其实是我的一个 idea 那这个其实有 香草有很多种 那为什么要特别挑这个盐兰草 因为它的根 它的根部是深入土地 然后它可以进化土地 就算是被污染过的 甚至是化学原料污染过的土地 它都可以得到净化 那当时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它最早 虽然是一片丛林 一片杂草 可是它在这个之前是 曾经被耕种过的 我们可能都知道 像咖啡像荫素 都是在这里种植过的 那这片土地 其实它曾经被污染过 有一些化学 甚至它有一些矿物质 不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觉得说 那如果 我把这个引进来的话 可以把这片土地 重新净化干净过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经理提到的 就是同样是盐兰草 可是它在这个根做的方式 培植的方式 它就改变了一个方式 它就使用这样子的竹筒 来做根治的方式 那这样子的用途来讲 来的话就是说 它的根可以吃 吃的比较深 然后它的成长的时间 也可以缩短 只要我们这样子 跟踪下去一年 就可以收成 用这种方式 它基本比较没有什么损耗 所有长出来的根 你全部都可以收成 然后再来一点就是说是 因为它水源是在地面上 它就要往有水源的地面上面 慢慢吃下去 所以它的根是越下面越细 然后这上面的根来讲的话 它就会越来越粗 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说 收成了以后 用这种方式做的收成的根 它的重量相对也比 地面上做的那个方式 来得更重 等于是就是说 这个收成根好就对了 那圆兰草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在埃及的一个修行上 有一些瑜伽的修行 像印度 它们对圆兰草的使用 是非常高的 为什么它是 它是最难使用 很少人会知道 可是它却是最好的 它就是 在修行上 它是点在饭屑 点在喉轮 点在吉轮 点在海底轮 这几个地方 是一个修行 可以提高一个精神层次的 那只要一点点 一滴 两滴 它就够了 所以当时 这一个圆兰草的引进 主要我还是以精化土地 然后之后才有所谓的精油的提炼 这个旁边可以再切一点点 因为这个根都是可以用的 来吧 主要是要它的根 然后洗的动作 主要就是要把它里面 黏住的泥土全部洗干净 再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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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这个是用竹片 搭起来的一个小平台 就是专门要为了使用 我们这个 来晒圆兰草使用的 不然它很辣 不然它很辣 它差不多依照 这样子目前这一种 十一月份的阳光的话 大概要晒个两天 半到三天 因为既然是一个农场 那我们希望教导当地的农民 能够有自给自足的概念 而不是从一个慈善救济的角度 所以他们必须要想收入的问题 盈利的问题 那一个农场的收入 我们的规划就让它了解 应该至少要有三个部分 你的风险才会分担 第一个部分是你有足够的农作物 供应本地需要的本地市场 用当地合力的价钱 供应当地需要 但是却没有的东西 那第二个部分是高价值的 像我们有机精油的市场 这个地方在缅甸当地 并没有使用精油的传统 那所以我们如果制造这些精油 也不会与民争利 不会抢夺当地这些农民的利润 但是它又可以带来比较大的收入 可是跟其他的农场不一样的 就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 在做程序后 这里的盐兰草粉 就会被运回台湾 经过加工 再制造成盐兰草系列香品 据说它的香味能量就像根一样 会给人踏实而安定的感受 运回台湾 也会给人打拥 再做期待 音乐 如果来 Army 上面 其实我们雇用的这些 大概都是少数民族的妇女为主 她们可以有现金 那平常他们可能拿到的就是说 我如果收成的时候 他们才有稻或是稻 然后他必须要以物一物 我们就是他们每天来上工 我们就每天发薪水给他 就每天每天他都可以拿到现金 这在其他的一些农场可能就看不到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要帮助 比较需要帮助的一些妇女 原本这片无人青睐的荒山野林 在弄漫农场的出现后 吸引了住在山下聚落的殿农 带着他们的家庭在这里安居落户 坐落在金油炉旁的吞吞一家 就是最好的写照 谈起弄漫农场 那是他们心目中第二个家 此时 妮妮想起了 她分隔两地的两个孩子 她分隔两地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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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就是说在那个 拉序地区里面的那个小茶馆工作 一个就是在那个 他就在那里上学 然后呢她是在做小沙米 中文字幕组 雅思想起优优独播剧场——音乐 律师 因為弄曼農場的出現 讓世代務農的家庭孩子們 未來有了轉變 儘管他們來自不同的種族 卻開始擁有了共同的理念 在這裡生活的 不管是我們的農場經理 還是我們的公投 副公投 他們其實都是不同民族的 可是在這裡要能夠同時 生活在這裡 其實是他們也是經過一些謀合的 而且我們的經理 他真的是發揮了這個愛的精神 給他們很多的照顧 所以他們現在對他都非常的尊敬 因為覺得他覺得說 師父的理念那麼好 那他就是要傳承這個理念 我經理是說 這樣子一桶的這個香茅草的這樣子的一個容量 製作成我們肥料以後的話 把這個肥料的用量 大概可以使用在三十顆樹 提供三十顆樹的一個肥料 所以他們不可能有機會去學習怎麼做帳 煮飯啊 那工藝旅行的設計是因為 它可以除了帶進收入之外 那大家知道觀光業的收入 它是屬於從農業 幫助它提升到服務業 那當地所有的農民 在農場工作的農民 他們的世世代代都沒有念過書 都是文盲 所以他們不可能有機會去學習怎麼做帳 煮飯啊或者是接待啊 這些平常一些只有在大城市才能夠接觸到的工作範圍 那但是他在農場透過接待 透過工藝旅行 透過行程的設計 他開始學會怎麼樣 像城市人一樣來接待外國人 那麼首先會先把我們堆在這邊 那是牛糞 牛糞會先鋪在下面 然後呢 再把我們這個整理有好的這個香茅草 再鋪在這個牛糞上面 它差不多有這樣子的一個厚度 這不是踩力氣的 這才好玩的 這不是踩好玩 這是要把它踩下去 OK 下邊 然後呢 我們會把它撒一點水 撒一點水 好 然後撒完水以後的話 就同樣的再撕這個牛糞 然後再來擋炒 然後再牛糞再炒 這樣子一層一層的擠壓以後 最終就是我們把這個坑給它 煙滿以後 再用這個塑膠袋給它蓋在上面 就等於是在養肥了 那這樣子差不多六個月的時間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使用這裡面的肥料了 那他們一旦熟練了以後 他們未來在大城市 就有了除了物農之外 還有就是服務業上面的技能 所以等於是幫助這些農家的第二代 他學習怎麼樣去跟外界接觸 那外界也因為這樣子 他有機會可以看到一個他從來沒有辦法在電視上 在媒體上面所看到的生活真實的場景 然後能夠用一個不同的角度 不是觀光客的角度 來看緬甸這個地方 這個位置點應該算是我們整片農場的中心地點位置點了 現在我們從鏡頭視覺看到的四方八面 所有看到的範圍都是屬於我們農場的範圍 因為舒服的這塊農場它範圍很大 它總共有266個個角的寬度 之前來的時候其實都是像那個 比那個樹再低一點點的叢林 看不到這些對面啊 是看不到這樣一望無際的 我覺得這個地方越來越開了 那當然我們的計畫是除了這個農作物之外 然後我們希望這裡還是有可以修行的地方 因為這裡特別的寂靜 特別的自然 然後與世隔絕啦 很適合修行 那來到緬甸的話就 就不曉得就覺得一種很親切的似乘相似的感覺 因為低度的開發 所以把這一片 你好像在時間定格的那種景象 佛教文化的那種底蘊 所以我覺得是比較屬於精神層面的那種感動 我來了兩天 我覺得不是在工作 我覺得好像是一種 我在享受生命 而且我看到創始者的偉大 他們從個種子 然後開始 然後開天辟地 然後化腐朽為生氣 那我才知道說 哇!我原來買這東西 是從台灣這種子過來 然後經過緬甸對不對 然後經過他們的辛苦 然後再重新再運回台灣再製作 哇!這個 我們只是享受那樣的香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要珍惜生命 珍惜物質 我覺得 從各種方面來講 我覺得我們要更有愛心 把這樣的一種生命力 生命力的東西展現出來 雖然它只是個香 但它背後 有無窮無盡的那種願力跟生命力 好 余正 好 起身 換邊了喔 交叉 很吸 坐 向右邊 哈! 哈!哈! 不吹啊 美好 聽到不吹 不吹 善 善 口 lin 在 酱 感谢观看